討論不知 不能再脫啦 大家不知道在多想什麼 最近體力還沒有到那麼好 呃 我想跟各位聊一件事情 你知道你我在過去的六年過得好嗎 如果你過得不好 難道是你不努力嗎 不是 不是我們不努力 而是我們疏忽了要監督我們的政府 我們看到的都是這個政府橫針爆戀 這個政府不聽民意 你知道真正的問題是在於 如果你今天能夠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面 曾經有一段話說了 你不願意參與統治 就會被比你更糟糕的人給統治 台灣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我們在被比我們更糟糕的人統治 而且我們竟然毫無反擊的空間 這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嗎 我們生下來的時候 在我小時候 你知道這個世界台灣是有希望的 台灣的希望跟夢想是 我們那個時候是由三位工程師 主導了台灣的未來 而那三位工程師是非常非常清楚 但是沒有任何要求的 你知道三位工程師是哪三位嗎 你們可能不一定全都記得 李國鼎 趙耀東 孫運璇 各位 我們遺忘了這三個人是我們的恥辱 看看他們三個人是什麼背景 李國鼎是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 他本來在劍橋大學要讀完物理學博士的 孫運璇是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工程系 趙耀東是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系的碩士 這三個人聯手建立了科學園區 建立了工研院 建立了十大建設中鋼跟台灣後續五十年 所有繁榮興盛的根基 但他們有因此而發大財嗎 你知道李國鼎的兒子 在他過世的時候接受訪問 竟然只說得出來說 我只記得我小時候家裡一直很窮 聽起來如此的好笑 但工程師就是這麼耿直 就是這麼笨 孫運璇 一九八幾年中鋒的時候 你知道他擔心什麼 他擔心如果中鋒了 我就沒有公家宿舍可以住了 他這一輩子在他的一家人 都住在公家配給的宿舍裡面 至死沒有移動房產 那個年代才是有夢想的年代 那個年代三級貧戶可以變成總統 現在的三級貧戶只能越過越慘 在街上要飯這個國家有變得更好嗎 沒有 難道錯的是我們嗎 不是 而且台灣現在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當中 你仇視我我敵視你 而且政府鼓勵政府運用預算 政府表面上跟你說要團結 背後把你打得抬不起頭來 我們永遠都要請蔡英文來作證 看看她說的 跟這個社會上實際發生的事情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對照 台灣地震平凡 這幾年政府持續進行 校園橋樑道路的耐震補強及整建 提高公共設施的抗災強度 為了因應突如其來的災害 我們盤整避難收容的安置資源 強化全民的防災和疏散能力 並且提升全民的心理韌性 面對災害能夠冷靜 而且快速地做出反應 面對少子女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逐漸大幅增加預算 全力打造友善的生養環境 提高生育補助跟育兒津貼 並且大幅增加平價六拖的補貌 我們也充斥長照的服務能量 更提出因應高齡社會的對策方案 我們積極興建社會住宅 以及推動包租貸官 擴大租金補貼 提升對勞工職災的保險和保護 也完善於民三項保險跟推租租金幅度 積極地來照顧各個需要的租金 除了國家自己的議題 民主任性的建立更是守護台灣的關鍵 首要的工作就是要讓自由民主體制成為勞不可破的全民共識 民主社會中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立場 可以相互爭辯 但不論外在的壓力有多大 我們都要堅持自由民主體制一致對外 其次就是強化資訊的透明及錯假訊息的辨識 台灣是最常遭遇到資訊戰的國家 這項非傳統的安全威脅 正不斷地干擾我們的民主體制運作 面對境外勢力的滲透及意圖破壞 我們一定要用更透明更民主的方式來應對 例如在疫情期間指揮中心不斷地召開啟哲會 就是為了讓社會大眾充滿地能夠掌握資訊 降低恐慌 避免錯假資訊的擾亂 進而影響全民放逸的信息 接下來我們也會持續地強化錯假訊息的查核機制 讓資訊更透明公開 讓全民能有效地辨識資訊的真偽 避免資訊戰的危險 台灣的確是全世界遭遇最多虛假資訊攻擊的國家 因為那是我們的政府在對我們的國民發動攻擊 去年的公投裡面 既然政府帶頭告訴你我們是投票反對美豬 而實際上公投主文明明寫的是 反對含萊克多巴胺的美豬 但我們政府可以公開說謊 郭彥均說很多孩子就走了 最後被迫道歉 但周遇寇從來不用道歉 他說了那麼多謊 為什麼 因為他是惡毒下流的側翼 你知道為什麼我敢這樣講 因為他上次告我不起訴啊 所以我還可以再講一遍 周遇寇是惡毒下流的側翼 路燈挑好了 而且我告訴你最悲哀的是 我小時候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掉路燈 他媽現在的塔律班教了我 只要兩岸開戰 我們一定先處理郭正亮 一定先處理你 這是一個民主社會嗎 如果需要這種20世紀 19世紀的民主暴力 我為什麼要投票身在台灣 我小時候是一個有希望的未來 你只要努力就可以賺錢 就可以買得起房子 但現在呢 你看到現在的台灣 我們擁有全世界最嚴的數位終界法 千萬不要相信這個政府 他騙你說 他會把終界法拿回去重修 放屁 民進黨從來不會認錯 從來不會低頭 除非你把他打到趴在地上摩擦 他才會想要跟你團結 才會跟你低一頭 所以你再繼續看 不只這樣 我們還有什麼樣子的狀況 民進黨本身的側翼 自己在網路上反串 叫人家刪除疾管家 然後事後我們的指揮中心說 太可惡了 你們這些中共同路人 結果咧 是他自己人 他老婆還是民進黨網路社群中心的主任 然後你把這個罪摘到我們頭上來 台灣的確是被最多假訊息攻擊的國家 因為帶頭作亂的 是我們的政府跟我們的執政黨 但我剛說過了 我身上穿的衣服是我小的時候 我們都相信有夢想會有未來 有夢想只要努力就會實踐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 以前還可以談亞洲四小龍 現在變成我們的年輕人 堅持要飛柬埔寨 為什麼 因為你聽了都覺得很無奈 他覺得這是上帝給的機會 難道上帝不在台灣嗎 難道台灣沒有上帝嗎 有些人還會真的跟你這樣講 你看上面寫得多可憐 有一個人堅持說他在台灣 已經活不下去了 死在那邊也無所謂 就算有危險也要去試試看 這是我們現在的台灣 這是我們以前的寶島 這是我們以為擁有民主自由 亞洲的自由民主的不成航空母艦 現在不要成了 你的年輕人都跑去柬埔寨被人家騙 為什麼 人民用小投票因為留在國內 也是被騙 他不如逃到國外去 這有多麼的可悲 我們的下一代是為了被騙去柬埔寨 而出生在台灣的嗎 當然不是啊 可是真正最大的問題是 現在的執政黨 民進黨已經活成了 他們當年最討厭的樣子 民進黨當年創黨的時候 聲稱要清廉情政愛鄉土 現在的民進黨 既不清廉也不情政 更不愛鄉土 他們只愛選舉 而且他們只愛勝選 我們要請到民進黨的老民進黨 當年參與創黨的人 當年真的 讓民進黨走向執政的那些人 來告訴你 他們發現了什麼真相 就是講坦白就是心痛 就是你民進黨得到這麼多年輕人支持 結果你現在去跟民進黨對抗 你跟全民的道德標準 對對對 跟所有知識分子對抗 其實我們剛剛整個社會改變 都來自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知識分子 一個就是青人 年輕人 這兩個人就會帶領一部分 力量微弱的人民 對抗 是 那這個都不是好現象 都不是我們期待 我們去創黨 我們的理念 我們去拼 拼到現在 百姓相信民進黨 對不對 民進黨執政 也給他國會過半 也給他贏那麼多 但現在國會的過半 就是我們當初最討厭的 都是暴力 有了責任經驗 但是他們的理想 就是為人民服務的 是把社會弄好這個事情 沒有真的把它當作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都在擔心下次的選舉 或者是自己的利益 這是很令人遺憾 令人相信 跟蔡總統談 但是他並不認真 他只說 2020年以後的事 是下一代的事 不是他的事 我們認為這個 再不制止 再不講真話的話 整個台灣的民主運動 沒救了 那我們為什麼離開民進黨 也是因為 認為從裡面沒辦法 必須要從外面去監督 你每一天看 蔡英文旁邊 照相都是那四個人 就知道完蛋 他必然朝向黑金化 柯建民手上的東西多了 我要搞柯建民 東西還多得很 什麼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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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台灣吃東西最會 札巴札巴的男人來 這個東西有汁的要吸的嗎 要吸耶 哈哈哈哈 對不起啊 郭正亮只是來負責吃東西給大家看的 但剛剛我剪的所有的激進影片裡面 有沒有哪一個人不是民進黨的 有沒有哪一個人當年不支持民進黨 但是民進黨正落入了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的圈套裡面 當你凝視地獄的時候 別忘了地獄也正回看著你 民進黨變成了當年 他們最討厭最害怕的地獄 我們的內政部長徐國勇 被張安樂稱呼為東唐勇 等等 東唐勇好像是徐巧心講的 張安樂說他靠著竹聯邦東唐的勢力 在黨內運作 內政部長天下第一部警政署的直署長官 竟然不敢回答不敢告張安樂 請問台灣的治安怎麼會好 剛才吳董講的 台北市黨部以前有一個人叫黃成國啊 黃成國是誰 現在是不是我不知道 但他是天道蒙的 謝寒冰說他是黑道還被告 結果檢察官直接認證 不好意思以前就是因為天道蒙你被抓 你現在說你不是嗎 我不反對更生人 但如果一個黨 就像剛剛蘇患智所講的一樣 你的黨主席身邊拍照都是那四個人的話 怎麼會不走下黑金 你怎麼會不走向腐敗 警察的老闆到底是人民還是黑道 如果剛才提到的任何人有意見 歡迎來告我 我負全責 但有的是說我不知道大家鼓掌是希望看到我被抓 大家還是看到我被告 那我告訴你真正我覺得最噁心的是 民進黨把所有的人都當成愚蠢無知 沒有科學能力 不看國際新聞的人 以前我們說指路為馬已經很糟糕了 現在的民進黨滿朝文武竟是糟糕 每一個人都指路為馬 我最恨有人把我當作白痴 就是民進黨告訴你 中共飛彈進入大氣層 它不屬於任何一國的領空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你當我白癡嗎 你覺得飛上大氣層東西 不能掉下來達到本島 日本防衛省不降響 日本防衛省直接公布 邱國正 我國的國防部長 直接說這就是第一集 但顯然民進黨想要用宣傳的方式 讓你以為沒有第一集 讓你以為飛彈沒有飛過 更別提高端以前還跟你講 它是全世界最好的蛋白疫苗 太棒了 我跟你講 試涉實證醫學的事情 沒有辦法用蒙騙的 陳培哲是鐵桿森綠 你去看 他辦公室有民進黨的黨旗耶 結果他也被打成中共同路人 只因為他相信科學 我們的時光是不是倒退回中世紀 因為你相信科學 所以你被插在火形柱上 活活燒死 但你想想看 你相信這個政府 你去打的高端 你接下來最多要打到6劑疫苗耶 全世界有誰 竟然因為相信政府 而被迫打的6劑疫苗 額外再補3劑國際認可疫苗 指路為馬 最噁心最恐怖的地方是 你今天相信他們 明天你連身體的健康 都沒有辦法保護 因為黨覺得 你應該要相信他 否則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更重要的是 在這過去的兩年防疫過程當中 只有陳時中好棒棒 只有陳時中好厲害 不是耶 有很多的無名英雄 他們的犧牲 他們的努力跟他們的付出 你從來未曾聽聞 甚至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 蔡文豪就是其中之一 你到現在不知道我在講誰對不對 因為全台灣超過九成以上的人 根本沒聽過蔡文豪這三個字 因為媒體不報導 政府不在乎 沒有人明白蔡文豪的犧牲 是為了什麼 來聽一聽蔡文豪的故事 永遠記住這個名字 因為他已經不在了 蔡文豪的身影在新聞中一閃即逝 但整個國家卻為之沸騰 新聞的報導是這麼說的 桃園歸山超商店員 因勸導客人戴口罩遭到刺殺 店員的爸爸和姐姐到殯儀館 等待法醫解剖 釐清死因 爸爸痛心的說 一個小孩養到30歲就這樣被殺掉了 希望社會還我們一個公道 我們都只記得蔡文豪是怎麼死的 但重要的應該是他是怎麼活的 而我們過去都不知道 蔡文豪是一個陽光男孩 他酷愛重訓 也喜歡起重機 在他留下來的身影中 有著他苦練出的背肌和胸肌 是的 他連腹肌都有 他染過金髮 當過兵 就是你我身邊經常遇到的那種 很認真努力上進的男孩 他一直在規劃當健身教練 但你也知道年輕人希望有更多選擇 更多可能性 所以他一邊當便利商店的店員 一邊努力的考取保險證照 好不容易他是一個合格的業務員 但是疫情之中社會經濟狀況不好 保險的案子不是那麼好接 他還是以超商店員的工作為主 蔡文豪跟你我一樣努力 甚至更努力 所以才會接下大業班的支援勤務 因為缺人 他原來是在新北林口的門市上班 這幾天他特別來到桃園龜山支援 也正是因為這樣 他才會認真地勸告客人 要記得戴口罩 所以他才不肯妥協 因為他認真 在那命運的一天來臨前一個月 他才跟姐姐說過 便利商店的工作雖然辛苦 但可以幫忙到很多人 2021年11月21號凌晨 蔡文豪因為忠實地執行國家交付給他的任務 勸告客人要記得戴口罩 不然會有傳染新冠肺炎的危險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那個被勸告的客人最後動了殺機 蔡文豪身中12刀 在送醫途中就失去生命跡象 不幸身亡 蔡爸爸趕到警局 哭著說 我兒子很乖 平常都很好 為什麼去上個班就丟了命 是啊 他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是為什麼呢 12月8號是射手座的蔡文豪 31歲的生日 他永遠也沒有機會 看著他所愛的人們 陪著他一起度過人生在世的第31年 因為他已經不在了 一個熱愛重訓的陽光男孩的生命 就這麼逝去 除了民調的波動之外 沒有官員記得他 各位 很多人今天是第一次聽到蔡文豪的故事 在蔡文豪之前 從屏東的便利商店店員被蛙眼 到台中的便利商店店員被打斷肋骨 一路到了蔡文豪 蔡文豪犧牲了他的性命 拯救了全台灣上萬名的便利商店店員 跟餐廳的店員 從此再也不需要冒著生命危險 去勸告你的客人一定要戴起口罩 而這個責任原來是衛福部指定 該當處所負責人必須要做的 你知道事後衛福部說什麼 陳時中說什麼 陳時中說 你們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荒謬吧 可笑吧 你覺得如果你早講 為什麼不早說 這些便利商店店員就不用冒著 生命的危險 執行政府給他們的勤募 但我要說的是 今天蔡文豪的姐姐 蔡沛三在現場 你知道嗎 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年了 蔡文豪的謀殺案 還沒有結束一審 衛福部的官員 沒有一個人來道過歉 沒有一個人來說 真對不起你 國家沒有說任何一句後悔認錯的話 家屬就這麼孤軍奮戰了一整年 我不知道我們能說什麼 蔡家是無辜的 她的子女都是忠實執行政府賦予的任務 但我們讓他們孤立無援 我們袖手旁觀 政府也一樣袖手旁觀 但我們的指揮官 當初必須要負責的人 去選舉 沒有人等得到陳時中的道歉 但至少我們可以道歉 對不起 我們沒有善盡我們監督政府的職責 我們讓他們孤單受苦 我只想在這邊說 蔡家仁 在今天現場的一千五百人裡面 包含了現場的十萬人 都記住了蔡文豪的故事 如果將來你們還有需要 跟我們說一聲就好 我們一定挺身而出來幫你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你知道 他們就是守法公民啊 每個人都兢兢業業的過生活 沒有人做錯事 但為了這個國家的政策犧牲了 我再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三十年前台灣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郭貝宏是當時台灣的黑名單的首顎 因為他主張排獨 所以台灣不准他回來 中華民國通緝他 但是還是想辦法偷渡回來了 三十年前的那一個晚上 他參與一場造勢活動 在場所有的人戴起面具 掩護他 讓他上場演講 演講完之後 場外有幾千名員警包圍著 要把他逮捕歸案 但是 所有的人都戴上了黑名單的面具 掩護他 他在台上喊的口號 是打倒國民黨 而三十年後 在戴上面具的時間又到 請各位拿起你手上的面具 現場錫燈 各位這個面具是一個叫做 Guy Fox的人 他曾經密謀推翻英國皇室 他曾經 試著要改變英國的歷史進展 但是他失敗了 他被猝死了 從此之後 他的面具成為全世界各地 所有反抗 所有對抗國家的象徵 我們今天在這裡 看到的是一樣的畫面 每一個人都戴上了面具 因為我們需要彼此的幫忙 如果不是隱匿我們的身分 我們會被政府追究 我們會被政府起訴 我們會被政府迫害 但戴上了面具 我們就是同一夥的 法不法眾 如果我們都能夠勇敢地對抗這個國家 怎麼會有失敗的可能 看看你的身邊 看看場地裡面的每一個人 對抗下你的面具之後 我們要重新思考一件事情 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裡面 真正的主人 不是總統 不是院長 不是民意代表 真正的主人 是我們每一個守法公民 我們比他們還要大 我們比他們還要勇敢 我們比他們還要敢對抗政府 我們為什麼站出來 你為什麼在這裡 是因為我們的下一代 不能再活在這樣的環境裡面了 我不要我的兒子 再被政府欺騙 我不要他們未來不能預測 我不要他們再變成下一個張淑娟 我不要他們在面對政府的時候 手無腹肌之力 我們剛才已經團結在一起 但是記不記得 我們原先成立一個 民主共和國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信守的理念是 人民不該恐懼政府 政府才該害怕人民 因為我們手上的那一張選票 可以改變政權 可以改變他們的未來 也改變我們的未來 我們接下來是為了我們自己 也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也為了我們身邊所有的人 我最後只想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們要請你 我們要請你 天氣的徹底 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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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敢不敢 跟我一起奪回這個國家 你們敢不敢 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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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這首歌叫做 《華沙工人進行曲》 是所有弱勢者 抵承者 對抗財團 對抗政府的時候 必備的一首歌 你我 都在這一場戰爭裡面 讓我們把年底的選舉 當成第一場仗 一場一場地打回來 各位說好不好 好